如果您是看过上期视频的朋友 一定对Airbnb的经营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 Airbnb有这么多麻烦 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义无反顾的投入其中呢 当然是因为收益好啊 这一期也得来给大家讲讲Airbnb的收入情况 希望这一期视频能给您冰冷的心 打上一针强心剂 由于最近两年的疫情情况 这两年的收入啊 咱们不能作为参考 我们就用2019年2月的数据给您对比一下 Airbnb和整族物业的收益情况 先给大家看一个 Airbnb物业管理公司的收入截图 这是2019年2月末时 经营Airbnb物业公司的整体数据 这个商口里记录了4个物业 其中两个在Nagrant Falls 另外两个在Nagrant Lake 在2月份的时候 预定总额就已经达到了16万4 以这4个房子为例 来看看第1个物业 这个物业在Nagrant Lake老城区的外围 购物价格59万9 由于有游泳池和hot tub加成 每晚预定价格786 在做Airbnb期间 出租状况非常好 nice 但是这个房子是在住宅区 房子出租好 也有一个缺点 就是非常容易扰民 这个物业的业主就是受不了邻居 没完没了的投诉 在经营一年半之后 于2021年 80万将房子卖掉了 第2个物业 又是Nagrant Lake小镇的一个房子 也是靠近老城区 当时的购物价格74万3 每晚的价格是668 虽然这个房子没有游泳池等富甲设备 但是目前有villa license 可以有5个房间出租 一般的入住房只能合法出租3个房间 该物业 目前还在运营Airbnb 收益非常理想 再来看看第3个物业 也是在Nagrant Lake小镇的 当时的购入价是142万 大游泳池等富甲设备 每晚租金1032 虽然这个物业的单日出租价钱高 但是维护成本也比较高 除一次炒就要两三百块钱 该物业目前还在运营Airbnb 入住客人虽然不是很多 但是由于单价较高 抛掉开销 年收入大概有个两三万左右吧 今年年初的时候 曾经有人提出200万想收购 但是业主拒绝了 现在想重新把房子翻修一下 希望疫情之后 能吸引更多的客人入路 这是第4个物业 这个物业在Nagrant Falls 是5年的新房 目前这个房子的价格在90万左右 靠近旅游区 没有游泳池等附加设备 这个物业交接之后的前两年 一直在运营Airbnb 出租情况稳定 每晚预定价格是461 在整个瀑布地区 也算是很高的预定价格 而且出租状况也非常好 可是后来由于邻居经常投诉扰民 业主不得不改为常主 前几天 我们刚将这个屋子 再次出租出去 目前的租金是2850 怎么样 您有什么感想 一点给您总结一下 第1 您是不是觉得 Nagrant Lake的Airbnb住宅 每晚出租的价格 比别的城市高的不是一点半点 第2 您肯定会有疑问 在这5个物业当中 为什么目前 只有2个 还在经营Airbnb 其他几个 不是已经出售了 就是改为常租了 这里 还是请您看上一期的视频 Airbnb的麻烦事 咱们就以这4个房子为例 旺季是从4月份开始 到10月中结束 旺季预定 基本在300到700 每晚 淡季 11月到第2年3月 期间12月下半个月 又是旺季 淡季的时候 平均价格 在150到300块钱 每晚 我们按照平均 每晚 300加币 来计算 每个房子 在旺季 130天 就可以达到 4.1万的营业额 我们再统计一下 房东的花销 都有哪些 上面列出来的 都是基本维护 如果房东 想额外 做其他工作 比如 院子种花花草草啊 重新做花坛啊 重新创屋顶啊 这些都属于房子的 升级和维护 当房东出售房屋的时候 这些升级和维护 是让您的房子更加增值 环境的提升 也可以帮助第2年的房价 所以 这些支出 不算在我们上面的列表里 一飞之前的客人跟物业公司的分成比例是820 目前瀑布市场大部分都是70和30 当然也有一些按照65和35比例的 一飞还是按照80-20的比例来计算吧 如果按照41的预定量 客人可以拿到 32,800块钱 去除运营成本 业主在2月份的时候 可以确认 今年可以到手 32,800减掉11,400 等约 21,400 根据经验 每个物业如果运营理想的话 一年出租天数 平均在200天左右 剩下的10个月的时间 再出租50天 旺季 咱们按照平均每天300块钱 出租150天 半季按照平均每天100块钱 出租50天来计算 预计的收入 是300乘150加50乘100等于5万 排除所有物业的开销 还有28,600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 在刚开始经营的时候 您的前期投入往往是比较大的 装修啊 置办家具啊 家电啊 购置很多消费品啊 锅碗瓢盆啊 床单备灶 浴巾 这些物品往往都是需要多预备几份 以防不时之需的 后期 也需要把这些消费品的更替 计算在其中 日租的收益这么好 跟整租比较起来 有多大差别呢 我们以 Nagrant Lake 小镇 这个刚刚出售的房子为例 一飞之前有一个客人的房子 就是买的这个房子的旁边来做Airbnb 所以对这个地区一飞还是有所了解的 这个房子是典型适合做Airbnb出租的房子 购物的价格 129万 房贷 按照目前银行利率4%来计算 20%的首付 每个月 您还贷款的金额就是4926块钱 每年的还贷金额就要将近6万块钱 假设 业主购买之后用来整租 目前在这里月租金最高也就能到3500块钱 减掉经济公司收取一个月的房租 每年的租金价只有4万不到 你要是用来做投资 这个租金连您的贷款都还不上 完全是赔本买卖 我们登陆Airbnb的网站 看看这个房子附近目前Airbnb每晚租金的价格 我们按照600块钱一晚来计算吧 如果按照上面我们讨论过的日租房收入 每年旺季 咱们出租150天 淡季出租50天 旺季每晚 平均按照600块钱来计算 淡季 咱们算100块钱 一年的收入就是95000块钱 如果您做日租房 扣除帮您运营的公司的费用 剩余现金流95000 乘以80% 您也有7万6000块钱的收入 很明显 您运营Airbnb的收入 比您出租房子的收入更多 收入高低 一目了然 更别说 每年交完地税保险等等 费用之后 您的差价就会更大 总结 Airbnb运作顺利的话 虽然不能让您走向人生巅峰 挣现金流 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但是咱们运营Airbnb 是一种生意 您需要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打理 才能换回经济上的回报 一飞并不建议客人 都用host 物业管理公司 来帮您打理经营 您把这些公司当作一个帮您组织 打扫尾声的 这种帮手就够了 一飞身边的客人 运营好的 基本都是客人自己做host 自己跟客户沟通 有的房东在淡季的时候 会搞一些活动 降低租金促销 增加入住率 多出来的收入 都是额外的利润 如果有一些天没有租出去 房东还可以自己充分理由 过来度假 不需要晚上就走 可以住在自己的房子里 和朋友开开party Airbnb有很强的收入弹性 也可以自我利用 反观 咱们如果把物业整租 不但又受到安省租约法的限制 目前租客们都是强势受保护的一方 提前看看房 都要给24小时的通知 咱们经常听到租客不付房租 一旦发生就要打官司 动辄三个月的等待期间 还要忍受房客不交房租 上庭之后往往不了了之 就这一项 我想就够您各位房东头疼的了 而且 房租是固定的 涨房租 非常有限 跟每年增长的地税相比 利润增长 基本趋近于零 Airbnb的运营方法有很多种 房东可以开动脑筋做促销 就像运营淘宝账号一样 客户的评价非常重要 咱们游客都是来自五湖四海 业主写的介绍 和图片 虽然会有一定的用处 但是其他入入过的客人 给您一句好评 对其他客人 也会有决定性的作用 伊菲这里做了一个总结表 对比整租和日租 欢迎您各位截图收藏 2016年之前 大部分的投资客 对整租房 学生出租房 十分热衷 以房养房的正现金流的概念深入人心 那个时候的出租法也比较宽松 各种房东群异常活跃 投资前景非常理想 可是随着房价不断提高 利率上涨 普通的出租房 每个月的固定开销与日俱增 2017年 安省又颁布了新的出租法 房客更是受到了 法律的严重保护 租金增长也受到了限制 随着疫情 房价飞涨 材料费用飞涨 咱们的租金更是完全跟不上 房子的开销速度了 投资客们的期待 也逐渐走低 能持平就可以了 毕竟房子增值也是很可观的收益 目前 咱们连持平都已经保障不了了 政府出台的各种政策 随着现在市场下行 利率上涨 更加限制了物业的增值速度 如果您是在2021年之后 买的物业 想用租金来得到正现金流 那简直是天方夜谭了吧 不可能 不可能啊 死了这个机 至于Airbnb如何经营 好的 坏的 一飞都已经给您介绍到这里了 由于时间的关系 咱们肯定有介绍不全面的地方 希望通过一飞扔出的这块砖 给您打开投资的另一个思路 一飞希望能利用我们瀑布地区 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 产生更多正现金流的优质房价 好了 欢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 这一期的视频 我们就录到这里了 希望能对您有所帮助 我是一飞 一个专注于大瀑布地区 房地产买卖的地产经济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 大瀑布地区的地产行情 请您加我的微信和电话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